欢迎来到每日亮光 传道书里面有些智慧的格言 也类似于我们常用的一些成语 甚至可以用一句成语来形容 在传道书十章第十节所讲到的 就好像在说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就是讲到说 没有所需要的技巧或工具 要去完成某些工作 就很难也会浪费很多时间 没有人会用盾的斧头去劈柴 如果你的工具盾了 你先要做的事情 就是必须把它磨砺 这样才可以继续把工作做好 同样的如果你要服事 你需要接受装备训练 不断的练习来强化服事的技巧 就算你有什么样的恩赐 也要多一点去了解别人 如何倚靠神的服事的经验 吸收一些钱的经验 然后加以运用 那接受相关的培训 所需要的技巧或工具 就是把各样的服事会做得更好 试想想看 在你生命当中 你找出你生命当中的斧头 有哪里不蜂蜜的原因呢 我们要加以磨炼 必须加以训练你的技能 使你更有效的可以为神来服事 做工 有一次我遇到某间教会的会友 他有心要在某个领域来服事 可是他不却好好的去学习 去接受装备 只是拿着一张纸 那上面写的各个名目 对他所说的议员 到处要别人认同他 就是被神所卷选 要在某一方面成就神的事 而另外一个弟兄却不一样 他领受了一个启示性的祷告 他明白要音乐上面 要更广的去服事 他就谦卑的去学习各样的乐器 等到有机会 他就可以去服事 所以当我们有意愿被神使用去服事 不要忘了哦 东欲散其事 必先立其起